小玲玩具 和若拉的漫画角色 哇 是不是很可爱呢 而且更惊喜的是 这个漫画呢 是小趴姐姐亲自画的哦 而且呢 这个动漫拼图呢 一共是有500片 哇 非常够拼的吧 打开了 哇 里面首先呢 就是有一袋拼图 一共是500片 然后呢 这些呢都是防滑的拼图垫 因为呢 拼图你要是不小心 滑走的话 就功亏一篑了 所以呢 要在这种防滑垫上呢 来拼 这是四个小的 然后还有一个超大 最后就是一张参考图 OK 那现在就跟着小玲一起拼起来吧 那么在正式拼图之前呢 需要向小玲教 先按照颜色 大体的把这些拼图块呢 分开 比如说呢 这个是小玲的部分 这个是夏天 然后呢 若拉 还有呢 背景的部分 好 那现在我们先从最左边的夏天开始拼吧 眼睛已经看得到了 哇 現在要找嘴巴 哦 捕隆 然后脸 OK 好 哦 哦 这样吗 哦 哦 这样子 哦 蝴蝶结 小林的部分还是从眼睛开始 因为这个看得比较清楚 眼点应该就是这个 拼起来 最后再用胶水固定好 拼图就不会掉下来了 终于拼好了 拼完拼图之后 变身小林魔法世界第二季的变身小林了 一身小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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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青 一身小小 一身小 myślę 一身小类 一身小圆 一身小围 一身小猴 现在胶水呢 也已经把拼图全部固定好了 怎么样 和漫画中的小玲还像吗 好了 今天呢 小玲就带来了 小玲魔法世界第二季漫画拼图 我真的觉得 拼图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项娱乐 不仅呢可以抑制 而且呢拼好的拼图 还可以做各种装饰 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和父母一起来拼图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